林俊杰 他不是死了吗 怎么不接电话呀 不是一直都想寻求支援吗 原来 头九号胜量激素的人真的是你 没错 是我 这儿 谁 老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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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事吧 老杰 说一下 你也赶紧过来帮忙 快快快 老杰 哪摔着了 你好 我拿到九号生长激素 发现你们对我产生了怀疑 于是我利用九头蛇制造了假死 这样你们就不会怀疑到我身上了 所以 这九头蛇是你造出来的 不不不不 准确地说 是我和我团队一起努力的结果 弥陵山的气候非常适合舍利的繁衍 为了制造出一个完美的物种 我们在这儿风散露宿已经很多年了 可惜呀 培育出来的九头蛇始终无法自主繁衍 目前 只有陈教授的九号生长激素 能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你就用九头蛇的鳞片 把陈教授骗上山 让陈教授以为是自己的失误 想用九号生长激素杀了蛇 却没想到被你偷走 偷偷拿来做改良实验 没办法 我也是被逼的 谁让陈教授始终都不肯透露 九号生长激素的配方呢 况且 九头蛇也是你先制造出来的 陈教授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山里 跟他们聊聊吧 这 这不是 小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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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你 你没死 难道 你也参与了与俊杰他们的实验 对不起 靖天 当年是我一手策划了假死时间 是我对不起你 为什么 你为什么会这么做 停止 现在时间进行得很顺利 为什么要停止啊 我考虑了很久 觉得还是要尊重伦理委员会的决定 那这些时间成果怎么办 按照管理 全部消灰 当年陈教授就是因为没有通过伦理委员会的审批 你想要终止这个实验 我本来想游说你和我一起 瞒住陈教授保住这项实验 可是我刚一试探你你就十分抵触 甚至让我把数据拿出来 去逼陈教授终止实验 为了保住实验成果 我只有假死去找私人实验室合作 我依然很爱你今天 你愿意为了我保守秘密吗 你愿不愿意为了我留下来 和我们一起进行这项伟大的实验 你醒醒吧 不要以科学的名义来满足自己的私欲 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 谁都不知道会有什么样在那 没你说话的份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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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